自於無創性胎兒DNA產前篩檢法NIPT的檢測流程 單胎媽媽可以在第十週或以上抽血 雙胞胎媽媽可以在第十二週或以上抽血 抽血在診所進行,血量大約10毫升 經過化驗所的化驗,婦產科醫生會向孕婦解釋檢測的報告 雖然產前篩檢法NIPT檢測準確度已經達到99.9% 但仍有機會出現假陽性 所以當報告呈現陽性的結果 醫生會建議孕婦做陽膜穿刺術 或者擁膜擁無取養,作進一步的確認 相對傳統的Oscar 這個方法能夠大大減低入侵性檢查的需要 華有雙胞胎的孕婦可以在第十二週進行檢測 對於同倫雙胞胎來說 如果兩個胎兒在母親血漿內的DNA總濃度超過最低要求 準確性等同單胎 對於減少了的多胎任神 非存活的胎兒可以繼續釋放DNA 去母親的血液裡 所以如果產前篩檢法NIPT檢測情陽性 就需要進一步檢查 去確保胎兒有沒有染色體異常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